小妹儿真的怀孕了,原来大家都猜错了,到底怎么回事?各位朋友大家好,相信四川三农大网红川乡小妹儿,大家并不陌生,因爱好拍摄短视频记录日常走红网络,有缘与现在的老公小二娃走到一起。 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,就是小妹儿视频里经常看到的小周周,众所周知小妹儿与小二娃是白手起家,刚开始结婚时连一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,甚至房屋前后杂草丛生,好在两人齐心协力,通过自媒体这些年发展的风生水起,同时实现了车子,房子的愿望。 可以说两人这是爱情事业双丰收,现如今小周周已经上幼儿园,小妹儿也在前段时间,跟大家宣布准备计划二胎的事情。 然而,过去一段时间也没有正式与大家分享好消息,就在上周小妹儿又突然断更,虽然有告诉过大家暂时请假,视频里配上四只鸭子。 大家纷纷猜疑小妹儿应该怀孕了,这是一家四口的意思,当然这也只是大家的猜疑,小妹儿也没有正式宣布怀孕的事情。 所以大家也不得而知,就在今天断更一周的小妹儿再次跟大家见面,同时带上小二娃一起锻炼瑜伽,虽然小腹微微突起,但应该不是怀孕,毕竟怀孕了是不能锻炼瑜伽的,原来大家都猜错了,小妹儿的确没有怀孕,大家说对吗? 对此不知屏幕前的你怎么看?欢迎留言评论区,我们下期见拜拜。